台积电 台积电的殖利率大概是1.6% 以股息除以股价殖利率以百分比呈现 去年转翻的半导体因为股价电高 殖利率反而偏低 在上市贵公司陆续公布财报后 高殖利率族群成为法人散户追逐标的 向人保旗下电子厂泰金堡 初估殖利率破20% 而温腔厂热印也有两位数 过往的这个所谓的殖利率的水准 还是要做参考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成交量 虽然说很多的基欧股来讲是高殖利率 但是我认为在成交量的部分还是要兼顾 尤其是后续来讲如果出现系统性风险 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个股修正的时候 如果成交量偏低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有效的这个变现的动作 专家提醒 殖利率的确是投资指标之一 但不代表越高越好 过往填全息表现也必须列入参考 才不会赚了股息赔上价差 三零七万正好报道